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这套我们要看的房子 是位于黄金海岸市中心附近的一个区 叫做Bundle 那么今天很荣幸的邀请了我们的豪宅的定制专家 我们Donald来讲解这一套房子 Donald你好 你好 首先我看到这个房子的话 它的那个面比较宽对不对 对 这个咱们这个设计Riviero呢 我们它的面框要求是20 也就是说是田外之一 这个建房人或客户的这个土地的最低的面框要求呢 是需要是20米 那这块地本身它多大呢 它本身是750平方米 750平方米 室内面积多大 室内面积是600平方米 室内面积600平方米 最大的房子了 OK 非常非常漂亮 非常值得 非常开心今天能带你来这个参观 感受一下Vegicon的旗舰 Flagship展厅 OK 好好好 我们进去看一下 走 那么它的这个用色啊 我特别特别喜欢奥本 就是说 呃 就是说因为它的配色现在也是非常流行 属于这种 这个水泥混凝土这种灰 对对对对 然后呢又搭合了 木头的颜色 搭配了木头的颜色 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对 非常可惜 这是偏现代的啊 属于现代 穿现代这种这种这种风格 OK 然后非常boxy 也现在还流行这种boxy 方方可快这种这种 有棱有角的这种 OK 那么咱们现在的 出于这个房子的这个 entry这个机房了 然后在于这个entry的左边 这是我们的 客房 这边第五个房间 你就当 当看我 带我看房子就好了 然后这是我们的第五个房间 在这个房子的那一边 是有一个像是一个 这个shelf 是一个梳妆台这种感觉的 一个架子 主要是客人啊 或者对对对 假如说你想像这种设计呢 我现在发现特别特别的这种 基本上都属于B位了 每个人跟着我建房的 或者说是现在大部分人都会 倾向于楼底下 会有一个客房 我转 slash 父母房 会有自己独立的 不如是衣帽间 衣柜 然后还有卫生间 那么刚才也说 这是客房 然后 它带自己的卧鱼啊 对对 卧鱼也很漂亮 对 这个这所有的房间呢 这个磁砖的色调 都是用了这种 天然 天然灰 天然这个concrete 这种灰的 现在比较流行 对 那这个是属于 如果客户建这套房子的话 这个属于标配 还是它可以upgrade的 基本上我们看到的都是属于upgrade 都是属于upgrade 但是它从我们定制系列 这个设计RVIRR 也是属于Metri-Pon定制系列中的一款 然后它的起点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那么这个水龙头为例 这个水龙头呢 是比高 比我们的标配 贵了大约这个500克钱 这个嵌入式的吸脸盆 SYNC呢 它比这个标配贵了150克钱 有时候这样的话 还是比较大约的 接受了 对 因为它是有嵌入式 所以就比较贵 对 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个 所有的标配 都会是一个玻璃镜子 这个我们做了这个 定制 shaving cabinets shaving cabinets 用的也是这种纯木色 非常漂亮 如果客户要照一模一样的 你们也是可以安排的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博文 嗯 我当时 其实我很建议 所有的客户都会 尽量的参照展厅的一些 这些元素和设计来去建自己的房子 因为设计团队也是花了不止几个月 对对 上个月的这种时间来去 把它打造成这样的 对 每一个细节它都想的 是周到的 所以它们要仿照你的细节 你这边是可以让人 安排人做的这些 完全可以 可以 完全可以 然后看这边也比较特别的 这是我第一看到的一个 露天的那个西藏的地方 在黄金海岸 昆士兰 比较严的地方 其实是比较有用的 对 而且 嗯 一会儿你会 咱们还没有进入这个 房子主体 你会到里面 你会发现 哇 它就是 纯厂还是这种设计 那这样的话一个 Elder shower 室外的淋浴 可能对于 比较喜欢去海边 海边 对 冲浪 或者说是喜欢温 或者摩托艇啊那些 对对 是非常的 适合 那这边 我觉得这边 首先映入眼镜 就是很open 它很开放 这个很漂亮 它有一种就是说 把室内外的景 完全融合在一起 这种模例 而且它的顶 这个进来的这个顶 非常的高 给人感觉非常的空旷 非常的高 那么咱们一楼的这个 这个层高 在这个展厅里面是三米 三米 然后上面是两米七 那么这个void 这个挑高呢 大约会在 在六米左右 六米左右 六米左右 也是非常 英雅师傅风格的 这个楼梯 对 然后这个也是特色的 这个feature wall 是 这个也可以去升级的 都可以升级这边 对 标配是没有这个 这样的词段的 那么有人喜欢把这个feature wall 作为一阵 这种瓷装 也可以天然石 还也可以叠起来 这种stacker 哦 我知道 叫stone 对 这个很简洁很漂亮 我觉得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房子的 一个开放式的大厅的 那边是一个 主客厅 主客厅 OK 非常舒服 因为你外面这个 呃 有一个大的那种凉亭 跟里面 嗯 结合起来用 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 然后我觉得这边的一些软装饰 或者家具啊 也配得非常到位啊 这种感觉 非常舒服 对 色色非常舒服 然后这个房子 也用了很多这个 石墓的元素 你看整个 它这个顶都有 这个是石墓的这个 seed up loining 嗯 sealing 那么这个也是 嗯 整个二楼的天花板 嗯 全铺的这种 就是松露的这个 天花板 嗯 stained 透明器 嗯 对 然后这边的话 整个里里外外 都可以结合起来使用 那因为这边是有一个内陆壶 所以这个景色非常重要 嗯 所以你们当初在设计的元素里面 也把这个推拉门 把它做到极致 嗯 就是它可以打开 对 完全展示这样一个 合景房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这个也是升级做的 对不对 其实这个设计本身呢 设计本身就是 不需要升级的 嗯 但是 你像的这种 这个材质这个木头 B4 stacker door的话 它 是一个升级 嗯 我们标配的 你们方面 这个 铝合金的 对是铝合金 您发现这个门 比较特别的高 其实是两米七的 两米七的门 对 两米七的高度 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有多致 嗯 那么它用的是这种 或者说是 B4 door 嗯 叠起来用来 嗯 最大化的 把这种 VY 就是这个 view 这种这种 openness 全部全部展现出来 展现出来 对 引入这个景色非常重要的 嗯 那你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这个外面这个区 这个pergola 嗯 这个凉亭 它是就这么大吗 还是它有扩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标配的 也是标配 标配 那你标配的话 也是属于算比较高级的标配 对 有一些就到那边停止了 这边要重新加钱 对 但我们这个 你看到的 从设计的角度上讲 它是没有 有什么extension啊 没有什么升级 整个在它 装饰里面 是有升级 对 然后亮点 就是咱们的厨房 厨房 非常非常漂亮 你会在很多这个 这个 magazine 或者说是 配色也在展示 会看到这样的 配色 然后呢 啊 也是我们这个 Reviyal的 这个 这个展厅 在2019到2020年 50万以上 55万以上的这个展厅 它是在昆史兰州 是拿到了 是最佳奖价 所以它这边的配色 也跟整个 非常的搭调啊 像这种也是比较 就是hiding there的 就是比较高级的 quality的这种 对 OK 嗯 这个石板呢 就是属于这个 我们新的一个系列 叫Fresh Concrete Fresh Concrete 是这个 Sizerstone 这个牌子的这个 石板 嗯 那么这个石板的颜色 嗯 是我们的标配 嗯 对 无论是从外形 还是从这个 呃 呃 里边的色彩搭配 和顺利设计 呃 都非常非常的棒 我个人真的非常大喜欢 而它用的东西也蛮高档 那么 Gaggenau 这个有四个 这个是咖啡机 这个对 Gaggenau的咖啡机 然后这个是 两个 啊 Gaggenau的 嗯 烤箱 还是这个 Blue Ceramic 然后这个是 啊 微波炉 及蒸箱一体 那么 很多人可能不需要 两个烤箱 呃 咖啡机和 蒸箱 那么 我们可以只保留 一排 这样子的 嗯 然后这个也是我们的 overhead couplets 嗯 打开 我把试破了 嗯 然后 正是因为它的这个 层高啊 的原因是三米 嗯 我们实际上 就像空前面 对 我们把这个 overhead的高度 给加高了 嗯 然后它呃 所有的是隐藏式的这种 叫integrated 对 相牵式的 提腕之音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pull out beans 对 这个里面都装有马达的 所以它的那个 soft close的效果 非常的好 嗯 嗯 里面还有一个小的 这种pantry 或者是 食品储藏室 overhead covers 然后是相牵式的这个 sink 然后比较 基本的 就是couples underneath 还有一个是picture window 这样 对 这很亮 能洗的 光线 而且整体上这种 视觉感是大大的劲强 在你身后呢 我们就是这个 食品储藏柜 这样子 比较乱啊 这个算不乱了 这个算很好的 对 然后我们向隔壁就是洗衣房 这柜子是早前做的 这个呢 柜子我们 是不是有点像是介绍的 是对 叫German Craft 它是在环境海岸 它家的东西不便宜 但是质量也是非常的 这个颜色看起来非常不错 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 你说可能会问 Dom 你们这个定制系列 石板什么样是标配啊 这是标配 石板是标配 它的厚度 它的边儿是40毫米 那么它的颜色是标配的级别 然后Undermounted这个sink 是不是 这种颜色蛮好不会过湿 嗯 这个门都是 两米漆 这个 这个是身体的 这个 对 第一是高级 一般就是一般的门嘛 白颜色的 白颜色的 它这个是 是木的 所以会稍微过一点 嗯 然后这个就是客人用的一个洗手间 嗯 哦 这边还有一种掌揾 对 Work and Lining 600平方米之内 对 然后 如果我们聚焦回来的话 这个门是通向 是从 Garage 车库通向这个 嗯 洗衣房 然后通向 Kitchen 然后我说 我特别个人比较喜欢这种 比如说 你把车停下之后 拿你的Grocery 对 拿你的Grocery 打开门 放进去 OK 去客厅 所以它不光设计的漂亮 它还兼务使用性 对 对 这是真的 那么就像刚才这个楼梯 背后这个楼梯这个特色枪 feature wall呢 是wrap around 然后整个是包一圈 包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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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你身后 Owen 它就是这个bar bar的区域 绑红酒的 嗯 这bar也很重要 就朋友过来 多个酒啊 嗯 我发现这个房子就是为partie所生的 我们先看上面还是先看后院里 看一下 看一下后院 我们再看一下后院 嗯 那么我们室外区也是用的是这个 啊 cidar lining ceiling 满那个低 low maintenance的 我需要拿药匙给你打开 嗯 不进也无所谓 OK 这边设计得非常好 现在都很流行 没有边的游泳池 嗯 infinity infinity 非常棒 这是无边的 对 然后那边还有个小梁子 那边是个小梁亭 私人码头 私人码头就在下边 对 而且如果那个咱们往上看的话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不到 如果再往后退下来 你会发现后边也是 呃 这 呼应了前面的门帘 而产生这么一个 几颗形的 对 就是方块形的这么一个 门帘在后边 比较 你家那种 你家的风格就是有点 有点 有点 有点industrial的 我去看过你那个整厅了 嗯 但就是说有些地方的东西没有 你们这边收起来这么好 嗯 有点奇迹还是 对 我们现在呢 呃 我现在位于这个房子二楼的这个中心 中心了 那么它的这个 我们的左手边是客房 这边就不是客房 这边是客房 然后在我们这个客房 那个边角也有一个客房 主卧在后边 所以这边是客房 这边客房 电视厅 那个是相当于一个影音厅 影音厅 对 然后这边主卧 主卧是在这 主卧因为有海景 所以比较漂亮 对 对 那这个镂空做的也很想拍 这个boy 镂空是这个 这个房子的 很大一个亮点 嗯 第一是呃 能让它的那个自然灯光进来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住在这边不感觉的压抑 对 对 对 借景借的很好 是啊 嗯 OK 那我们现在去看看主卧吧 可以 哎呀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这边它所有的C率 全部是Hardware的 这个也是升级的 升级 对 这个蛮贵的 差不多 嗯 二楼这一片花了 一万六 做成这个 我觉得值得的 这个漂亮很多 而且我见了 我见了 去年我见过 见了四个这个展厅 大小不一了 每一个客户 都愿意要玩 深入的天花门 对对对 哎 这就是主卧了 这个大的宽的窗户 这个也是标配 是标配 对 对 对 它把借景借进来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阳台 也很舒服 嗯 想象一下你后面如果没有邻居的话 实际上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 是 后面就是 City View 或者是Ocean View 是非常一片森林 对对 就很漂亮 然后这个地方呢 直接是把天然光线一直透到这边 是 嗯 客厅 或者餐厅 什么 其实有很多人觉得 哎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这个阳台 可能没什么必要 那么可能有人会把一半呢 做成Study 然后另一半做成阳台 对 或者是做一个内置阳台 都可以 但室外空间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会把描这个空间 就是让它变成大一点 虽然说你说是不是天天在外面坐着 但也不是 嗯 但这种感觉 是 否则你就变成乞丐版人 就乞丐版 不要损失它原来的这种设计感 是吧 那家具也非常 家具非常棒 嗯 那么咱们这个是主卧 卫生间 En suite 1 我叫自己的浴环 Free standing bar 对 而且是超保湿的 嗯 我们这个也是采用了这种 或凝土 水泥这种色调的磁砖 对 然后 像在墙里面的这个 Vanity 柜子 还有Shaving Cabinets 它下面有那么多满 But 没有 我们这边用水泥空间最好 对 这个一定要得 这个上个外 这里是步入十一墨间 看一下呢 特别多的金 如果空间可以放鞋啊 放衣服 对 那么我们 是我们German Craft 它负责我们公司的这个 对于衣帽间 柜子的所有柜子设计 那么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 要求 和习惯来去设计自己的 衣帽间 放鞋 非常organized 嗯 楼下一个 一共五个 楼上四个 楼下一个 然后剩下的就是三个客房 咱们快速看一下 这个客房 这个地方 凹进去呢 实际上是外面的这种造型 但是在设计方面呢就给了一个 相当于一个小的这种 座的地方 对 看本书的 看本书的这个地方 特别大的这种镜子 这个设计比较好 我家的整个 那个全部是一片死的玻璃 所以就打不开 打不开是吗 对不流通 这边的话你一半是借颈 是大的 还有一半你是可以打开的 可以打开的 白叶 通风非常的舒服 嗯 就把他进来了 对 就把他进来了 哦 这边也有套间 这边每一个 每一个客房都有套间 不如是一帽间 为什么间 他是这种地面用了这种 对 现在也很流行 这是吗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样的 这个小小的这个 感觉很难清理 哈哈哈 但是有小区域 我比如说这个东西在shower niche里面 对 比如说在那个淋浴里面 那个放洗发芽的凹槽里面 可以在太花了 哈哈哈 好运气 哈哈哈 反正可以改的 对 如果客户希望这个 这个卫生间有更多的储物储藏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石板啊 弄成标配 或者稍微薄一点的厚度 哦 把这个地方换成抽体和柜子 这样的话会更多实用一点 对 上面层 两米七 哦 楼下两米七 楼下三米 对 那这个都是超高型的 对 非常高的 而且布里斯班 布里斯班黄金海岸那边呢 都有防高限制 那么近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给开发商和建筑商聊过 嗯 嗯 现在又出了一种叫Wonder Rating 基本上是对风的这种指标的这种 呃 风的这个风力对于这个建房的这个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 哦还有这样 对 也就是说你房子越高 那么 嗯 嗯 这个Sertify 或者政府希望你的这个房子越结实 哦 就是你 那么三米和两米七的高度已经达到了 可以说 非常高了 这边是一个影音室 对 这个属于一个比较小的这个media room 你卖有动的 什么 也是非常有动的 我觉得这边的话你楼上 你在这边喝喝酒看看电视就不用下去了 对 而且你有冰箱这边 还有就是说 楼上的话基本上属于家人的空间 客人都不会上来 比较私密 这边是升级的 如果你要做这个 对 表现这边 这个也是接门卡 对 酒柜啊这些都是 要加的话都可以加 完全可以加 这个也是客房 对 进入客房之脑 对 都是带自己的卫衣 嗯 每个房间的窗户全是这个 ZOOR 对 白叶 最后一天的一个 然后在这个防衣间 与防衣间之间呢 这些全都是Storage 或者说是Liney Cupboard 放多余的 毛巾 毛巾 毛毯 被子等等一些东西 厉害 都是套件也很舒服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 私密空间 嗯 这边也是 还是 感觉挺漂亮的 不是 是什么间 是什么间 所以Dano这个整个是600平方米之内 对 总共的建筑 或者Construction 建筑面积是600平方米 它分三个 大小不一的型号 三个大小不一的型号 对 这个是最大的 然后它的外表 什么都可以改的 对不对 外表 有种不同的选择 完全可以修改 但是也要 即使是完全可以修改 但是所有的修改的风格都需要按照MetricCon的设计标准来 对对对 但是这边也不会让客户设计非常奇怪的 对 不搭着这种 那看了这个黄星凯的豪宅 我跟Donald约约好了 我们只能谈到退休以后 有可能有幸的话 做的事业成功的话 跟Donald做邻居 好吗 我们也造一套这种房子 带私人码头的 嗯 你不用等到退休 不用等到退休 这是按年算的 OK 那言归正传 这套房子室内六百米方米 一共是六个房间 五个房间 五个房间 其他卫生间 五个卫生间 外加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 你认为这样的房子 造成了大概的建筑上 那么大家呢 刚才也比较详细的 看了这个展厅 如果按照展厅 一模一样的 做下来的话 是150万这个左右 为什么说是左右呢 因为每个人的土地 是不一样的 我是假设在比较平的土地上 建了150万 那么如果土地比较斜的话 这会牵扯的多余的 这个施工场地费用 可能不高一些 那么我的大部分客户 都会花在这么大小的话 会花在个120到130万左右 建好 为什么呢 因为作为一个展厅设计师 也是为了符合每个人的 这种品位和要求 他该有的不该有的 全部放进来了 满足每个人的口味 每个人欣赏水平 但是不见得 这是你们想要的 这种居家的角度来 讲的话是你们想要的 那么均价会在120 130左右 就做得非常非常漂亮 建造你的梦想之家了 对 我觉得价格也不过分了 因为用的东西都是非常好 都是 对 那材料 无论是从材料 无论是从设计团队 建筑团队 都是由我们Metricon最棒最棒的团队 对 那非常感谢右一期的欧文 但你看布里斯本地产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关于这套房子如何建造 我们地产专家 豪宅专家 Donald 会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好来 谢谢欧文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